请不吝点赞 切记 不可让公子喝酒 一滴都不行 不肯告诉我宁心姐姐的下落 那我只好靠自己 就把你灌醉 看你说不说 来 公子 喝茶 自己身子可有好一些了 好些了 这段事真是哭了你了 没 没什么 不就是前段时间吃坏肚子了吗 不碍事 不碍事 公子 大爷来了 伯父 伯父 实习也在啊 你们夫妇二人谈心 看来 我来得不是时候啊 不是 伯父与夫君要聊正事 那 我就先退下了 阿卯爷告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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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可是有什么要解释 宋家的人又来遵婚事了 而且我听说 他们打算 将宋小姐接回京师 这样一来 这门婚事怕是成不了了 成不了就成不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事 话虽如此 但是 宋小姐在我们府上住了这么久 我怕 宋家会觉得 伤了颜面 最后闹得联姻不成 反成结怨 而且我看 这宋小姐好像对红玉 也没有什么心思 倒不如 与公爷商议 让宋小姐亲自表态 反对成亲 再由你出面护送他们 返回京师 如此一来 既表达了我们的诚意 又拒绝了这门婚事 这样 也不至于得罪宋家 岂不两全其美 如何 宾儿 宾儿 伯父 好大的夜脸 阿某 来 公子 慢点 你们怎么能让大公子喝酒呢 知道大公子不胜酒力 以后就快劝着点 别让大公子再喝酒了 是 伯父 夫君就交给我来照顾吧 好 那侄儿就交给你了 有劳止息了 是 我去送送大爷 叫你平时坑害我 没想到有一天栽到我手里了吧 没想到你喝完酒 竟然是这个样子 不要摘在手里 摘在怀里好不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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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在怀里也行 不过 我现在要问你问题 你必须得如实相告 嗯 我问你什么 你必须都得回答 嗯 我现在就问你 园里最明贵的是什么 园里最明贵的是什么 藏在哪儿 在明贵 端海夜明珠 好 在 厨房的 第二个车体里 真有钱呀你 无论他 那我再问你 那我再问你 你手上 最贵的名人字画 是什么 藏在哪儿 顾盖之的 女史剑图 再说 假的 最下一次 胡走吧你 你 顾盖之的话也有 嗯 嗯 骗人吧你 嗯 从来不骗人 从来不骗人的 好 嗯 那我再问你 你把倪心藏在哪儿 倪心 倪心 人 倪心不能说 不能 为什么 那些宝物都能说 为什么倪心不能说 嗯 嗯 你快说 你快说 你为什么要把倪心藏起来说 说 因为我好喜欢你呀 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我跟你说 我把倪心和一只汗放在医馆里 你不会听我的吗 你又不 不待在我身边了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喜欢你待在我身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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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一定是喝多了 才说胡话 嗯 不对 你一定是没喝过 我去拿酒 把这杯酒喝下去 看你还撑得住撑不住 你说喝就喝呗 啊 真是个无赖 啊